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内身成熟后有外境 又外境所有者借聚于内身 内身聚足者互存于秘密心 我跟大家讲刚刚我表演的 本体同外相金刚灵 作用 就是这一句 能所相属 这句话的能所相属 道国里面讲 你这个佛性里面被污染了 成为习气 这个习气成熟在你的身体里面 你内心成熟以后 又有外面的环境影响 外面环境影响 又外境所有者借聚于内身 所有外聚的所有者 其实都是你心本身的显现 你内身里面聚有者互存于佛性 讲了这么多 让大家都不明白 我这样子讲禅你们就明白 这个本体就是同嘛 就是佛性就是同嘛 那构成的外相就是一个人嘛 他的作用就是 KANG嘛 KANG的一生就是他的作用嘛 那你如果不好的东西污染呢 当然啦 你的身体也污染了 佛性也污染了 这个KANG也污染 就是这样子 我这样子解释最清楚了